本席谢谢大家,我们先请部长 请部长也请议事人员把提案拿给行政部门 赶快如果有文字修正先修正 好部长,本席其实希望今天呢 你应该要把所有的收费的标准全部都拿来报告 结果没有 部长你要知道哦 今天我们所有问的费率 所有一公里到底要收多少钱 你的免费礼数到底是多少 完全不给我们讯息 我们就今天让你过关 过关了以后允许说交通部六月进行公告的话 那我们委员会把关不言 我们无言对人民交代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报告 本席有一个提案 你们今天所有要问的优惠费率你也不肯讲 免费礼数你也不肯讲 那这些一切都不讲的情况之下 我们提案有关于你的收费标准一切制度 必须要经过本委员会同意以后才可以对外公告 好 这个等一下本席会有提案 今天这样不行的啦 你到底优惠费率要给多少 用e-tag交钱九折 有储子卡的九五折 就这样而已吗 这样你荡生这么小气 就只给这样的折扣吗 你到底给多少折扣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的时间是会到 应该会执行到 起码就是执行到年底啦 时间很长的啦 所以你要执行给多少嘛 给多少费率 寄承费率 不是寄承 给多少 你的优惠费率 你的优惠要给几折 本席得到的资讯啦 寄承费率的部分是 对你现在先装机 你用新机装机以后 你要给他优惠的乘数啦 你到底是给几成啦 目前一定是比九五折要低啦 一定比九五折 那多少 有没有低到九折 有没有低到八折 也不会到八折啦 好 那八五折呢 有没有到八五折 报委员 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那个 你也不敢承诺 对不对 那有没有到九折 所以其实就是九五折啦 不是 因为他比九五折 会比九五折低 那有没有九折 有没有八五折嘛 你说不会八折 有没有八五折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是要等 所以都不肯承诺 等那个 通常会 他把那个架设计可 审完以后 你知不知道你们对业者多慷慨啦 该罚的钱没有罚啦 然后红外线就让他改成一T 一Tag啦 你知不知道 我们无线电频率使用费 总共呢 现在 现在因为 因为你让他用了一Tag以后 他申请了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呢 有排他信 有技术卡位 将来可以升格到4G 这个频道归他使用 他可以全国去发展延伸性事业 他的一Tag可以全国去发展 各县市去发展收费系统 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定要插一句话 他目前用的这个将来跟4G 是没有关系的嘛 所以他用这个可以衍生去变成4G 我觉得 这是外 这是 这提供资讯给你 一定是个外行的人 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讲的 对不起 你不要在这里狡辩 提供4G你不谈 他可以去发展延伸性事业 他的一Tag可以去发展收费系统 各县市的延伸性事业 各县市用一Tag收费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卡位 现在的悠有卡会变成 他用一Tag的话 比悠有卡 比其他所有的收费制度 都有更大的优势 好 可是那个费用是谁出呢 那个费用竟然是交通铺出的啦 我们去申请无线电频率使用费 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成本 他在全国呢 总共设了365组门架 每个车道如果是一个接收器呢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 总共250具接收器呢 以NCC来讲 如果他们去申请的话 一年要付3840万 这个费用是远通出的 不是高工局出的 对不起 就是你们高工局出的 不是我们 你现在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你现在做的是用交通部 用政府的身份去申请 所以打三折 远通去申请 就是3840万要交给NCC 我们已经问过NCC了 我们是用政府去申请打三折 所以3840万呢 变成1152万 然后1152万 因为你是用政府去申请NCC跟谁要 就是跟政府要 变成是政府出 你在这里承诺要给远通出 对不对 这我们一定会扣回来啊 好你一定会扣回来啊 你看我们没有抓 你就没有人知道这个 部长 部长一定要扣回来 跟委员报告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跑不掉的 好 我们名义上当然是 是高工局要用的频道 所以高工局申请 大家如果这个要费用 当然是他出啊 好 一定是吧 这个没有做 这个连入记录 我们将来要负责的啦 你为什么要递他死前 现在变成挂羊头卖狗肉哦 是他出 如果由他来 他出就应该是 他的成本就应该由他来申请 因为他申请了以后 这整个系统全国 跟委员报告 全国都可以去发责 他申请跟我们申请 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万一远通将来做不下去 如果这个是他申请的话 我还要求他 把那个频率给我们 对不起 那因为我们申请的话 就将来这个 如果政府要接手 所有钱还是我们的啊 但是费用要他出啊 可是现在就问题就是 这一套系统 他到全国去发展 衍生性事业的话 我们一约 一合约 要求要收权利金 对不对 对不对 衍生性事业 如果他去发展衍生性事业 要要花权利金 对不对 你现在替他从3840万 省下来 一年省下2000多万哦 他一年只需要1152万 然后他这个系统 去发展衍生性事业的时候 一合约是要跟我们付权利金了 他有没有申报 他已经开始启动衍生性事业了 现在连系统都还没有通过 所以没有任何 任何目前没有任何讯息 他如果真的要做衍生性事业 我们是会抽权利金的 他偷跑了嘛 他偷跑了嘛 ETAG已经跑去跟台北市政府谈了嘛 今年年底就要做了嘛 ETAG台北市停车场收费嘛 那个只是媒体报导啦 我们并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 所以啊人家偷跑你从媒体报导才知道 媒体报导的你还不知道今天在这里还跟我讲说没有 很清楚的台北市政府预计跟他们谈用ETAG系统以后呢 台北市目前预计今年年底希望能够上路 然后我们刚好也在今年年底以前要大力的推动叫大家赶快去装机 然后这种衍生性事业本来就是要收权利金的 你们现在都还没有接到他的报告 回去测查好不好 是不是我请我们科长说明啊 他有查证过了 等一下回去测查 回去测查已经在谈 已经在谈你们都还不知道 只要有的话 要经过我们同意了 已经在谈了赶快去测查啦 这个跟委员 赶快去测查啦 所以你看这整个系统齁 整个系统是他的资产 以国家NCC来讲 我就是应该要收一年3840万的 本来就是要全额收费的 因为他可以全国去发展衍生性事业 你现在交通部替他用政府的身份去申请的时候呢 他可以打三折啦 然后他打三折 他就到处去谈生意的时候你们都还不知道啦 报委员那个3000多万1000多万 他这个只能在高速公司上使用啦 没错 不能到全国使用 没错 可是他这个身份 他这个身份到全国去的时候 照样因为你们申请这个频道 所以就打三折 那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啦 我们付频道费 他不可能 不可能台北市政府给他一个频道 全国的频道就给他就好了 高雄市也给他一个频道 高雄市申请一个频道 台北申请一个频道 台南申请一个频道 不可能嘛 他那个费用是一处一处算的啦 用的就是没错 是一处一处算 问题是你们身份申请就打三折啦 来部长本席跟您交换一个意见 免费里程本席会提一个案啦 我要求要五十公里啦 你们无论如何就是不肯答应啦 好 跟委员报告 这是翘翘板啦 如果你那边那边你你把它拉得太高 我长度高雄到基隆 我都知道你的说法 现在要让大家听到一个真知灼见啦 来 不要 不要去制造相对的剥夺感 现在大家把这百分之六十五点零四 也就是短途未收费 常用 这就是长途补贴短途嘛 这个学理上是不通的啦 好来 我就要跟你交换这个意见 长途补贴短途 为什么 你就是因为不知道历史啦 来 总共加起来六十五点零四趴 现在免收费 然后呢 长途常用 就是十四点五一趴 现在整个论述呢 就说这六十五点零四趴 对这十四点五趴不公平 然后制造这种相对剥夺感 然后就用公平 要来架设整个体系 然后要以说十四点五趴 不能增加经费 好 委员者 其实我们为了要公平 十四点五一趴 为了给他公平 本息同意 很简单 请他们全部用现在的ETC 都经过ETC 就给他打折就好了 就是我们也不必按理计次 不必记里收费 不必里承收费 一个系统不可能用两套来收费 对嘛 我就现有制度不改 我现有制度不改 为了让这十四点五一公平 我就让他打折就好了 请他们装ETC 然后经过ETC的时候 去处理打折系统就好了 这个就全面推翻我们ETC政策 你现在不这样做嘛 你现在就用这种论述 说为了公平 因为短层补贴长层 所以能要全民加税 长途补贴短途啦 对啦 长途补贴短途 所以要全民加税 部长来 我跟你讲历史 这是国家政策 不是长途补贴短途 国家政策是什么 从开始盖高速公路开始 国家政策背后的理念 就是都会去免费 怎么说 国道一 国道一 我们的收费站 我们的收费站 跟我们的交流道的配属 都是隐含在这个原则之下的 譬如说以台北来讲 我们以汐止到泰山 长达35公里 才有什么 才有收费站 所以呢 整个大台北系统全部免费 以中部来讲 后里到园林才有收费站 长达56公里 所以你看台中啦 枫园啦 大雅啦 王田啦 彰化啦 圆林啦 圆埔啦 彰化 全部免费 以南部来讲 钢山到高雄端才有收费站 总共26公里 所以我们高雄地区从北到南 钢山无甲等等 全部免费 男子无甲 全部免费 好 国道山也是根据这个理论下去设收费站跟交流道 收费站怎么设 国道山一样 42公里 七堵到树林 这所有的都会系统全部要给他免费 所以这是国家政策啦 这不是不公平啦 跟委员报告 这是当时的收费技术之下 采取的措施 现在我们有新的收费技术 当然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嘛 国家的政策就是要让 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生活圈 它快速道路建设不足啦 每一个生活圈 现在快速道路都建起来了 我们高雄的快速道路在哪里 台南的快速道路在哪里 台中的快速道路在哪里 我们这个六字头 七字头八字头的这些 这些快速道路都没有收费啊 都不会去区里面的快速道路 你的快速道路系统 只有你们大台北 没有啦 博言这个说法不公平啦 我们六十六十几 七十几八十几的这个 全部十二条 是从南到北都有的啊 都是从西部到都市核心 都市核心的生活区域 上班族生活区域 所需要商业活动 所需要的快速道路系统 就是大台北区 现在有而已 所以高速公路 本来就是在每一个商务发达的 中心都市 跟卫星都市的一个生活圈系统里面 设计成为免费 这是政府政策 这绝对不是不公平 什么叫做过去没发现不公平 然后去制造这种相对剥夺感 所以现在部长 你要心知肚明 现在既成收费 其实就是改变国家重大政策 国家的重大政策改变了 过去国家 盖高速公路的基本逻辑要重新改变 要继承收费 全民加加 过去国家的政策 他考虑到 为了工商活动的活络 今天我如果是保险业的收费员 今天我如果是房屋的重介 我每天在高速公路来回多少次啊 为了让整个人民的生活 可以有一个 所以我们高速公路的费率 我们二十一年都没有调整过啊 本来就不应该收了 你还要用这种论述 高速公路已经收到赚翻了 我也可以讲说 没有赚翻啊 我们现在亏程还在收 我们债务还有两千多亿啊 用路人在补贴全国的 这个国道的建设嘛 已经不是使用者付费了嘛 使用者付费这条大路 我们早就买回来了嘛 不是使用者付费 没有啦 国道三号 使用者建设台湾嘛 你现在是让使用者建设台湾嘛 所以你不要去用你那套公平来讲嘛 所以无论如何 本席认为 你无论如何收费 你无论如何收费 你都要维持 我们国家国道的原始的基本政策 所以我们有免收费里程嘛 五十公里 这个数字不是这样算的啦 跟委员报告 我可以算出来五十公里的话 我们整个收费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费率结构 我们都可以计算好不好 部长 本席在这里告诉部长 我追这个问题追很久 我总咨询也是跟你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也主动说了 就是要免费里程 免费里程所建立起来的就是反对全民加税 跟你要三十要不到 我今天提案五十 大家下去讨论 我觉得我们委员会对于免费里程 要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 还有建立在人民生活所需的 还有整个商业活动的活络 还有一定要去考虑中南部绝大多数城市 在都市内部的快速道路系统 完全付诸缺辱的情况之下来处理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